這邊是吳董的20週年被擺住的照 這邊先是中間 小吳姐 這邊有幾個方便問妳一下嗎 就是妳知道今天是我們的Mans Uno20週年的活動 那是名模的選舉什麼選拔的活動 那我這邊想問一下 就是像我看到小吳姐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心跳露一拍了 那我想問問看小吳姐 妳看到什麼樣的下列這三種男生 妳看到哪一種男生 會覺得心跳露一拍呢 好 那我準備我要開始說囉 第一種呢是我們的高顏值鮮肉 像我們現場就非常多的高顏值鮮肉 那第二種是我們的健美選手型的身材的男生 那第三種就是我們比較穩重的大出席的男生 那三種男生哪一種 會讓我們小吳姐感到心動呢 其實嚴格講講我自己對男性的這種 怎麼講欣賞的角度 我覺得小鮮肉就是一眼而已 就看一眼喔小鮮肉 對啊 那再來是體型比較 壯碩 不要說壯碩就是說它比較雲 健美一點點 對對對 通常這樣的也是比較可以搶到第一個 就是第二眼 小鮮肉是第一眼嘛 然後體型比較雲襯的就是第二眼 那接下來真的要可以深入的話 應該是穩重的大出席 對我覺得人要先交談過後才可以做到感覺 對 所以小鮮想要塞個角度 想去台語啦 想去台語 好 人要心坑到底 對 要誠懇在一起 誠懇交談之後 你才能夠發現 對方到底有沒有跟你一樣誠懇 要誠懇交談之後才知道對方 能不能讓你覺得心跳多一拍是嗎 嗯 好 現在這樣講一下 剛好說小鮮肉 那該會不會建議多拍幾張照看一下 蛤 對不起 你這樣講 現場不是有很多鮮肉嗎 會不會想說順便 順便多拍幾張留筆子這樣 不會啊 因為鮮肉就不是我的菜 嗯 我比較喜歡成熟穩重 那如果是模特兒如果找一個就是 你再如果找兩個評審的話 你覺得標準要再拍 就是你看 入選的條件有哪些 有哪些 有哪些 我覺得那個氣質很重要啦 氣質啦 然後就是第一眼的那個氣質 雖然是我個人 小心到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太多的吸引力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是要選美啦 然後要選秀 我覺得那個氣質是很重要的 第一眼那個本身散發出來那個魅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之前的小巨大演唱會之後那現在有沒有計劃新專輯 呃 就是去 呃還在看這樣子 還在找 那希望可以呃 藉由這個網絡啦 或是說呃 可能可以跟更多我比較真正忠實的歌迷 有一個可以接觸的平台 都還在籌備當中 所以如果真的有的話 其實也可以呃 到時候會呃 跟各位朋友 特別是媒體朋友會告知 還是會不會想說先推新那個 因為大家也能不能聽到你的新歌 或想說推出新一兩首數位單曲這些 呃 這個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一定要是有個前提一定要是好歌嘛 對 一定要是呃 流行音樂這樣子 但是我也不會呃 去排斥唱一些比較不流行的 比如說爵士音樂 那這是我比較擅長的部分 那我覺得 我想唱到這個極速啊 應該要做一些呃 讓自己開心 然後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做一些突破 那我覺得 嗯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可能會有一些作品出現 謝謝 謝謝